大家好 今天是7月21星期二 股市出现明显的反弹 恒生指数早段先高开370点到25427点 往后曾经一度少而有一点点的反弱而低限25378点 可是在这一分钟指数还是上升了321点 之后腾讯阿里巴巴还有美团点评一直往上走 拉动指数在下午大概3.5%水平 曾经一度高减25601点 等于说这一分钟恒子相对昨天收市来说 已经大幅上升544点 有点留意就是在这一分钟指数是已经重新回升到20天线 25290点以上 同时也轻轻的回升到10天线以上 10天线大概在25551点 那等于说指数暂时来说是稳守在10 20 50跟100天线以上 距离那个250天线也就是相差几百点而已 能不能够进一步回升到250天线以上 还是要看看成交能不能够配合 当然上个星期成交方面还是有一点点的减少 所以变成来说动力方面还是不太足够的 今天来说可能有一点点改现 就是我觉得跟月初的走势来比较的话 我觉得暂时股市还是没有在月初那个动力不断往上推的 就算是腾讯抓着高台 就算是那个相关交易所跟那个阿里巴巴抓着这个高台 可是市场的细分还是我觉得还是比较保守的 不管怎么样 基因指数能够回升到20跟10天线以上 最低限度跟我们说 现在的股市暂时来说不用担心会进一步下市这个月的低位 也不会再进一步下市50天线 那最低限度现在的指数 距离这个月的低位24,563点 差不多1000多点 可是相对这个月的高位 需要的26,782点 还是有1000多点的那个空间 所以变成来说股市现在刚好是在这个月的波幅的中间 到底再往上走多几百点 还是明天会反复几百点 现在很难说 可是我觉得主要腾讯阿里巴巴每个人点评 还有那个小米这些龙头的那个新经济的股份 稍微做好的指数的确是有机会 还是抓着这个比较高的水平 要是说能不能够攻破这个7号的高位 这个可能性我觉得可能真的是不大 大家不要忘记 月初2号到那个10号的时候 每一天的成交都要2,039亿的 可是在月中的时候成交金也只有1000多亿 等于说动力方面真的是不太足够 所以股市是要反弹 可是要向破这个高位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暂时来说可能还是比较低的 好了今天下午的分析就说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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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